巡妻女大自暴 貨車載著跑 我要跟你講的是 好多的情緒 你也知道我們 就是很能做 做夜班的 三歲的班 男生就在睡覺 然後一直就忽略了你們 相處裡面 就越來越不好了 然後你就 帶著想我 就這樣 離開我了 35歲 新北市賴性大貨車司機 在盡頭前 深情對前妻喊話 我可能不知道 我到底載 載幾歲還好 因為我也不想讓小寶 小寶沒有爸爸這樣子 他希望前妻再給他一次機會 能夠迫近重圓 想說 是我現在 趕快把你們 往回 往回起來 如果我在經過很多年以後 我想 小寶可能可以遇到人了 男子友人轉述表示 當時男子迷信自己有雙親密 前年借過離婚後 打算再把前妻娶回家 但沒想到 這一年來 男子卻再也找不到 妻女的蹤影 為了找回前妻和女兒 他在貨車外面 攤登大幅妻女照片 和巡人啟示 深情寫下對妻女無盡的思念 本來還有聯絡的啦 連到後面又 已經有聯絡了 那小孩子現在幾歲了 對 深情的他 還用心製作了巡親影片 PO上臉書 就是希望前妻能原諒他 早日帶女兒回家 和他一家團圓 動新聞 會有這麼一天的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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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